我爸被带走了 我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 我妈现在 把她自己关在房间里也不出来 我敲门她也不答应 你要是不忙的话 可以过来看一眼吗 行行行 你等我 我很快 那个小高 给我拿点牛肉 什么虾 鱼籽 那些东西都不要 套人的小高 好吧 嗯 好的 老朱 你这样容易暴露年龄啊 这什么 啥要退休的人了 谁还在乎什么年龄啊 真 当初 严重创业的时候 每天熬夜做表 我记得只有地摊 你记得你当时怎么说的吗 一边吃地摊 一边发狠 我 我以后我 我天天吃海鲜烧烤 天天 哈哈哈哈 现在有烧烤了 又害怕飘凌高了 飘凌高了 哈哈哈哈 就这点瞎事 也就你记着 嗯 自有大事呗 对 哎 嗯 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嗯 年龄大 只要一闭上眼 满脑子都是几十年以前的事 嗯 怎么吃虎受罪的呀 怎么点灯熬油啊 你昨天的事 防远忘记干 哼哼哼 你说当初我们创立 连众银行 到底为什么呀 哎 哎 我说老钱 你别光在那儿打电话 赶紧约个人 现在是三缺一 知道了 好 怎么了 罗沙把我给举报了 反正不关我出不出事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那你是 要得有事还是没事 什么意思 现在风雨飘摇 咱们连众 再也经不起大级了 知道 其实虾最好做了 新鲜的虾怎么做都好吃 你很容易就能判断 它肉质怎么样 米菜起锅的时候 喜欢加点酱 杭州人啊 包括 独见人 他们喜欢出锅的时候 加点汤 我的口味 有点偏粤菜 喜欢勾点醋 出锅的时候 这样肉质能白一些 拿个盘子吧 差不多了 这盘子这么热 我都拿热水煮过了 你菜的口感想要好的话 盘子必须得是热的 要不然影响肉质的感觉 我全餐不用做了吧 菜已经够多了 做多了也浪费 我把我会都交给你了 你得经常做 不能经常吃外卖 点垃圾食品 行 那咱吃饭 好 我把这锅刷一下 不用不用 放开就行 等会我刷 不用吗 关了 怎么了 你不是说你妈才的屋里不出来吗 妈 你又怎么跑来了 乐乐跟我说 林处长出事了 靳远的人刚来过 走之前 把他带回家看的那些公文报告带走了 说是要带回去配合调查 调查什么呀 我怎么知道 乐乐也是多事 就是有花人举报 对了 纪委把你给我的那些材料 也一起带走了 我跟那些材料有关系啊 吃饭了吗 没呢 正好我煮了面 一起吃吧 你刚才说坏人是谁啊 你不知道啊 我哪知道呀 我以为你知道呢 文太太啥也不说呀 我怎么成了来送饭的呢 吃点虾 好 谢谢 醋可能有点放多 我吃什么